即时新闻综合报道,国体法修正案8月3日通过,其中最受瞩目的改革莫过于各单项协会开放民众加入,不过体育改革联会14日深夜发出声明,怒斥体育署护航协会救势力推出的协会组织张成范本完全有利于现有协会当中规定会员入会需经理事会审查。 新会员需在11月30日前入会,并保障团体理事战过半席次,提改连宣布退出体育署设置的特定团体辅导委员会,并质疑在英文总统,这是你要的体育改革吗? 提改连声明全文,严正声明,抗议体育署护航协会救势力,提改打假球,体育改革联会退出体育署特定团体辅导委员会,国体法不朽对不起, 请问小英总统,这是你要的体育改革吗? 在国体法三读后,体育改革联会一直提醒警告关心体育的大家,国体法修法虽然开放协会让社会大众参与,但是,攸关后续改选许多事情细则,处处充满魔鬼细节,尤其是协会必须按国体法修改的组织章程,是最可能暗藏全息的关键。 根据国体法修法的精神,在新协会的选举上,大家期待国体法可以保障所有想参选的人。